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PT过期了 拿这签证 不管你是访问学者 交流的 还是家属 那么如果这签证的身份过期了 怎么办呢 是否要马上离开美国 或者说将来如果不马上离开美国 将来就不能申请绿卡了呢 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给大家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即使你身份过期 当然最好是不要过期了 但是即使身份过期 也还可以继续留在美国 寻找机会 不影响此后的绿卡申请 大概在一年前 2018年8月的时候 当时呢 移民局颁布了新规定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 当时说新规定拿学生签证 F签证 或者访问学者这签证的个人 包括家属 如果在身份过期以后 不离境 那么就要算作unlawful presence了 那怎么看身份是否过期呢 看你的i20表 DS2019表 看你的i94这方面的情况 如果算unlawful presence会有什么后果呢 首先 可能会影响将来的绿卡申请 其次呢 理论上说 被移民执法人员抓到 可能需要强制遣返 当时呢 我们记得 有很多中文媒体 包括网络 自媒体 集中报道了这件事 当时渲染的比较厉害 算是作为美国对外国留学生态度趋向负面的一个标志 但是呢 美国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在今年2019年早些时候呢 有一位联邦法官颁布了命令 暂时呢 禁止移民局施行上面提到的这个新政策 新规定 移民局也在网站上做了更新 宣布呢 搁置这个新规定 换句话说呢 就像是过去2018年8月这个规定从来没有过一样 至少目前是这样 因此呢 在目前我们录制这个讲座的时候 2019年的9月 如果你是F签证或者J签证的持有人 即使你的身份过期了 也不算在美国的非法居留 那么可以在过期以后呢 继续留在美国 寻找新的机会 比如说可以转学 可以找工作 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当然也可以申请转为B签证身份 或者申请亲属移民等等 这个呢 对很多申请人应当还是有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呢 事情不完全由自己决定 因为学业出了问题 但也有时候及时提交了申请 但是邮件被丢失了 或者很久没有批准 然后或者说如果你是访问学者 实验室的番定出了问题等等 不是完全自己能够control的 甚至有的时候学校或者某一个program也有变化 如果临时造成了申请人 在美国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身份过期 像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呢 按照最新的事态发展 不算unlawful presence 这样呢 就有更多的机会 当然啦 对于这签证的持有人来说呢 还有一个这万豁免的问题 另外呢 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身份过期以后 你可以留在美国 可以继续寻找新的机会 转换身份 但是呢 在没有取得新的签证身份以前 如果就离境 离开美国 那么要返回 可能就会比较困难 你的签证过期了 如果要申请新的签证 没有新的支持材料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呢 很奇怪的是 去年8月 当时新规定出台 增加这种限制的时候呢 中文媒体纷纷报道 但是现在呢 这个限制取消了 至少呢 目前没有在实行 将来什么时候实行 还很难说 但是呢 我们很少看到在这方面的追踪报道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提醒一下 希望引起注意 那么还要讲到的一点呢 F签证和J签证的持有人是合法入境美国的 这一点呢 还是很重要 很有用的 比如说呢 如果是偷渡进入美国 或者使用假护照等等材料 即使和美国公民结婚 也往往不能申请亲属移民 当然一般来说呢 也不能申请职业移民 那剩下的选择呢 除了政治庇护等等就不多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F签证和J签证的持有人 可以更好的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来寻找和创造机会 好 如果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F签证和J签证持有人的好消息 身份过期 不算非法拘留 谢谢 再见 Merc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